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播讲 小镇的猫 第195集 扬州城明月小区 罗峰家里 徐青坐在书桌前有些发懵 怎么回事 徐青脑子乱乱的 忽然 那开着的笔记本屏幕上忽然出现提示 有新邮件 而且诡异的 邮件自动打开了 徐青 我是罗峰 邮件文档最上面一行字就让徐青一正 随即微微皱眉 他很清楚 地球上一些顶尖人物不少都有智能 罗峰也有 一些信件电话视频之类的 很难让他相信 因为他哥哥徐刚之前就做过这种事 我知道你怀疑 不过 刚刚你自杀 而我送给你的平安符应该起作用了 所以你又活了 而那平安符应该消失了 徐青一正 立刻一摸胸口 低头一看 果然 那平安符已经没了 只剩下掉扣 这令徐青露出一丝震惊 惊喜 知道自己刚刚自杀 并且自己又活了 难道真的是罗峰 罗峰没死 我知道你怀疑 但是 六个月 我六个月后应该会回家 最迟七个月 好了 记住 别做傻事了 罗峰 看完邮件 徐青感觉那枯竭的心脏 仿佛灌入灵犬 原本黑白的世界 一下子丰富多彩 未来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或许是真的 或许是真的 死了又复活的事 显然令徐青比较相信 六个月 最迟七个月 我要告诉公公婆婆 告诉罗华他们这个好消息 徐青激动万分 当天 罗峰一家人看到这封邮件之后 虽然都为徐青自杀吓了一跳 都说许息 可是 这邮件上内容 却让全家人充满希望 虽然怀疑是不是智能系统造假 可是 他们依旧是在等待着六个月后 2061年3月9号 晚 夜幕降临 罗峰家人们 都在家吃着晚饭 笑声一片 爸 妈 你们就别催了 今天我难得回家吃顿饭 你们就催 好了 我告诉你们吧 今年暑假 我和真男今年暑假去领证 罗华笑呵呵道 现如今罗华在明月小区内 又弄了一套房子 毕竟嫂子住在这里 她在家也不好 而且她的身份 弄一套房子很简单 更何况 她也是舞者 这才对嘛 罗红国 龚信兰都笑了 旁边婴儿车内的两个宝宝 在车内乱爬着 乐呵呵傻笑 徐欣怎么还没回来呀 龚信兰忍不住朝外面张望 现在小心着孩子 铺在工作上 也是好事啊 罗红国笑道 龚信兰一听 也连点头 对 如果再自杀就麻烦了 忽然 罗红国 龚信兰眼神 瞬间暗淡下去 扑通扑通扑通 外面庭院内的一对保镖 全都直接软倒在地 而屋内两位在厨房的保姆 也是瞬间软倒在地 罗红国和龚信兰 也是投涕在桌子上 一动不动的 寂静无声 别树中 只剩下两个宝宝的声音 谁 罗华冷漠看向外面 罗先生 你好 两位穿着黑色西服男子 微笑走进来 仿佛走在自己家中 其中一个是白人 而另外一个人 则酷似南亚人模样 南亚人微笑道 放心吧 他们只是被我瞬间催灭 我并没有杀他们 两位议员大驾光临 不知道有什么事 罗华低沉道 没什么事 拿走一些属于行星级物者的东西 普通凡人没资格用的东西 南亚人微笑道 放心吧 我不会杀任何人的 不过 希望你也冷静点 一旦你命令那些金属机器人 我也只能瞬间令这些人 碰 南亚人做出一个夸张表情 灵魂全部爆掉 萨格尼赫鲁 你现在是地球上唯一的行星级精神念识 有必要做这种事吗 罗华低沉道 他很清楚 金属机器人再快 也没有精神念识一个念头快 萨格尼赫鲁 印度国的精神念识天才 自从罗峰 伊斯特 陨落之后 这个刚刚突破不久的萨格尼赫鲁 就是唯一的行星级精神念识 有必要 当然有必要了 萨格微笑道 罗先生 现在全球的局势 想必你也知道一些 你以为你们罗家拥有着罗峰遗留的宝物 就能独善其身了 更何况 这些宝物留在你们罗家 那也是糟蹋了 哼 木牙精 竟然藏在地下室地底 萨格露出一次笑容 啊 十八颗木牙精 还有不少草木之灵 好大的手笔啊 不愧是罗峰遗留的 萨格惊叹道 罗华表情铁青 他明白 是对方靠念力搜索到的 那金属机器人怎么操控 萨格看向罗华 金属机器人没有人可以操控 连我都不行 我哥给他的命令 是保护罗家 他将永远遵守我哥的命令 罗华摇头 哦 萨格微微点头 他能理解 忽然 地下室门自动开启 一个密码箱飘出来 萨格伸手接住 接了 萨格微微一笑 奉劝你一句 有多大实力 才能拥有多大的宝物 否则 至于那机器人 是厉害 可毕竟他只是一个机器人 啊 就算相隔几百米 未能瞬间毁掉你所有家人灵魂 所以 你可别做傻事 维诺 我们走 萨格转头就走 那维诺一员 也跟着他身旁 罗华目送着维诺一员 萨格离去 他不敢有任何动作 空中那架飞碟战机距离他家仅仅三百米 就算在战机上 萨格依靠精神念力攻击 也能瞬间杀死罗家所有人 混蛋 站在窗户前 看着空中飞碟战机离去 罗华脸色难看 幸好他将六十颗木牙精分成几份 分别藏在不同地方 而十八颗木牙精 对那些一员而言 已经很震惊了 毕竟当初的红雷神等人得到的木牙精 也就十来课而已 怎么了 刚刚怎么了 保姆 保镖 父母罗洪国都醒来了 罗华连马安慰父母等人 并没有告诉实情 没法子 罗华只能忍 对于武者 金属机器人可以更快拦截 可对精神碾射的灵魂攻击 金属机器人根本来不及拦截 而发生的对话等等 金属机器人监听了 自动传输给了巴巴塔 自然罗峰也知道了 维诺 萨格尼赫鲁 超过三百米长金角巨兽 在汹涌海水中 暗金色猛死中 燃烧着怒火 巴巴塔 你说他们现在是跟第五驿长 阿特金 阿特金那个速度无贵 一直低调得很 屯食兽移 更是不冒头 现在竟然野心这么大 当初我就瞧不起他 现在 阿特金 尼赫鲁 罗峰很恼怒 本来之前就无法见亲人 对亲人愧疚得很 没想到阿特金等一批人 为了野心 竟然以自己家人性命要挟 再愤怒 罗峰也得忍 虽然强忍怒火的日子度日如年 终于 第一分身孕育成功 2061年6月2日 就是罗峰破壳而出的日子 金色雾气环绕这一座大陆 这是一座完全由金属铸旧的大陆 大陆上空 一颗椭圆形弹悬浮着 咔咔 弹壳上渐渐出现裂纹 随着一只手臂从弹壳中伸出 终于 弹壳碎裂开来 一名完全赤裸 体型精壮的黑色短发男子 悬浮当空 他双眸幽深四海 被他盯着 都莫名有一种恐惧感 身高1米78 虽然略瘦一些 可就好比被锻造过后的百炼钢 给人无穷的力量感 黑色短发男子 环顾金色大陆 这就是我的体内世界 罗峰眼眸中略过一丝七色彩 刷得一下 凭空消失 同一刻 轰隆 体长达到320米的 全身布满黑色鳞片的金角巨兽 出现在大陆当中 太平洋海底深处 汹涌到海底暗流中 金角巨兽瞬间消失 同一刻 全身赤裸的黑色短发男子出现 终于 终于变回来了 罗峰眼眸中有着难掩兴奋 缘合 罗峰心移动 意念进入体内 清晰看到自己胸口心脏 肺的中央位置 也就是 弹中穴位置 出现了一颗缓缓旋转 布满奇异金色密纹 散发着淡淡金光的圆合 圆合很小很小 当初金角巨兽180米时 这圆合直径不过20多公分 而当罗峰变成人体时 圆合直径仅仅几毫米 基因原力 精神念力 罗峰心移动 大量金色雾气 从体内世界传送进入罗峰体内 而后迅速聚集到罗峰身体的腹部丹田位置 迅速旋转聚集站 由体内世界的大量金属性宇宙能共赢 罗峰丹田中 迅速形成了一颗微星星球 两颗 三颗 行星及三界 现如今罗峰身体只能承受这么多 想再提高 必须逐渐强化身体 提高丹田承受力 轰隆隆 同一刻 圆合中 已经达到恒星级三界的罗峰灵魂 正在疯狂吸收外界宇宙能量 宇宙能量刚刚吸入圆合之后 就被立即进行淬炼 不过只是进行简单淬炼 达到行星级五界六界层次 就迅速离开圆合 涌入罗峰头部尸海 汹涌的精神念力不断聚集 很快发生质变 形成灵魂星球 耗费大概半个小时 终于停止 十海中 一颗雪色星球去中 周围五颗星球围绕它不断旋转 行星级六界 罗峰 你的肉体是行星级三界 不过 你之前特殊能力是金刚身 所以 你的身体强度 能比你行星级四界舞者的肉身 承载行星级六界的精神念力星球 已经是极限了 巴巴塔说道 明白 罗峰微笑睁开眼 旁边飞来一名流银护卫 从流银护卫那里接过空间戒指 念力撑开海水形成护照 从中取吹套衣服穿好 摩云 罗峰看向远处 弥漫数千米的雪色藤蔓 在海底突然急剧缩小 同时直接飞向罗峰 摩云藤认主之后 将一辈子只有一个主人 一旦罗峰魂飞魄散 摩云藤也会死 刷了一下 摩云藤变小之后 融入罗峰皮肤消失不见 一阵阵开心的情绪 从摩云藤的意识传来 看起来我跟过去一样 可是本质上 我的灵魂核心 却是缘和体内世界 罗峰感叹道 身体是体内世界运营出来的 那么 罗峰现在这具肉身 和金角巨瘦肉身一样 它们的要害都是 缘和灵魂和体内世界 而罗峰人生的头颅 就算被毁掉了 其实也不会死 只需要能量供应 照样能够再度长出来 就跟金角巨瘦一样 罗峰 我让你选取其他种族的分身 你非要选地球人 金角巨瘦肉身的进化速度 将会远远超过 你地球人身体的进化速度 虽然体内世界 有金属性宇宙能供应 可你的身体基因太差 能量再多 吃不下又能怎么办 宝宝塔显然依旧有些不满 罗峰一笑 他懂得这个道理 金角巨瘦提高 是靠体内世界 体内世界成长扩张一个层次 那么金角巨瘦 就会立即吸收大量能量 迅速跟着提高一个层次 这样 金角巨瘦和体内世界 可以保持同一速度 可罗峰的身体基因 和金角巨瘦相比 相差太多太多 进化跟不上 还行 不能太坦心 罗峰微笑道 至少 现在我是行星级六阶精神念师了 人族身体状态 是行星级六阶精神念师 一旦使用金角巨瘦身体 那可是恒星级三阶金角巨瘦 一年多 从恒星级一阶跨入三阶 挺快了 越往后越慢 特别是突破进入宇宙级的关卡 耗费时间最多 轰隆一下 罗峰脚踏顿天梭 迅速破开海水 各位听众朋友 本期播放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